國大協務國家發表聯合聲明 表示說 同意應該必須這個協務 進一步擴散 加必須來發生這個協務戰爭 強調說他們會來繼續 尊守國行紀部 聯合國五月上任理事國 也剛才是五台協務國家的 美國 五國 中國 英國 跟法國 設三是來發表聯合聲明 同意應該拼命 協務進一步擴散 也要拼命博發協助戰爭 新民共調會繼續尊守 禁止協助協助協助 裡面的義務 占對包括早日停止協助 軍備的比賽 還有在國際監督之下 簽訂全民 責任協助協助協助 頂頂的事情 正心來進行檢討 一旦七空年 信號的禁止協助協助協助 頂頂的適合在紐約 基金檢討會議 不過因為Omicron的疫情 已經竟然後面 目前剛好是 美國跟五羅斯 在在五棋蘭的問題 上官不會對黨 加上美中的關係 也因為台海跟人 款頂頂的問題來惡化 這個時候 五台協務國家 來發表聯合聲明 有希望來 等候全世界 緊張的政策 另外一方面 中國政府